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最后一碟有北海道 然后是极速之子 然后是海船七幅蓝色衣服 接着大概在最五位置是无极涌将 在外面是极速满贯 银进不是在马群尾 现在是在最三位置 起步慢载架细帮在最二 包尾的一匹 现在是一只建厂 前面放头的冠宝区 拍着它有包装至善 形势有些不太好 北海道因为顶了出去 这三碟的位置唯有走前一点 接着在内侧有富喜来 富喜来外面的一只佳尔马 然后这个时间看下 本来在最三位置的银进 都主动一点 这里都推进到 这个马群中间的位置 不是说等到大直路 包会入直路担出去 后面的马 隔世奇巴就跟着银进上 在美国匹仲是一只肩厂 前面再看看 北海道上来就拍着一只冠宝区 接着见到内侧的富喜来开始打边 银进这个时间就担出去 其实省了位在内侧的架势奇巴 但这一队担出外面的马 骑下去 反应就有点不同 架势奇巴打下打下之后 好像又不太追 看回来栏 本来先帮到这里出头先 但很快 这里看到富喜来已经追过了他 但外面 王爵在后 银进 都很难 其实在外叠这样追上来 赢这场赛事 今天很少马可以在那些位置这样做 没有 只有他而已 没有什么马做到 这么长 心想他的形势不好 十一档一定要留后 今天留后的位置哪有得赢 出了一集他也真的留后 真是尾尔 这个位置很惡劣 还要是走外叠 他不是在里面 这场前面可能多些马走 前面多些马走 回来后 其实末段的断速已经慢下来 所以前面取得快了 他就变成可以追到 不过虽然压原地有后追马 追得好 但你放在前面也不太吃虧 对啊 包装自线的那些回来 其实他还有一些急口 他的僵口都未拍真好 不过今天就放在前面更好 北海道就放在前面 不过是三叠网空的 又难搞一些 买得古怪怪的 我想今天是走三叠那些 虧得很厉害的 其实 除了林俊 真的除了林俊 他也是三叠的 三叠那些是演出零射差的 不过是郑俊卫也是这只富起来 留意田大安尾的那几步 其实好像很隆隆 左手又好像立不到僵城 那些僵城都放下来 手都不知飞上天 拿着僵城 他左手想立僵城 立到那一刻立不到 好像 这里移出来本来都没有东西 被包装自线封一封 这里都没有 没有 没有 这里立了 这下 开始越来越长 全部倒下来 有点狼忙 看看第四名那张照片 极速满贯都算是最多的 最多第四 不过它是在里面捐的 分段时间 头段27秒74 第二段23秒94 第三段24秒01 末段25秒09 总时间 1分40秒78 当然 富起来也是一只很难发挥 他冲刺比较短 他经常都是二次六名 因为他只有近乎 今天已经是黄金机会 因为他一档 一定是好位 不过都叫少少 迪迪奇德 不是那么漂亮 尾了几步 他是盡力而为 是论盡了少少 不过可能都未必一定影响了 那一天银进 真的追得很厉害 不是那么好看 但我认为赢得是银进 就算是 纳到姜四 什么都好 如果趁下去 即是计赛职 银进的能力 都是证明得更加多 因为上次银进的走势 已经很夸张 最后追上来 更积极一点 他不是等到最后才发力 是中间已经走前发力 包装自然 我想是挺好前景的 马都还 还有很多改善空间 但这些是 骚扰晶的 中距离马 中距离哪场 马 今天都开始上名 可以继续留意 看他乖巧些 马可赢了 应该 隔世奇 刚才你说不是很充 原来回来 气管很多血 所以 上次塞了 塞了那些马 永远下一次 都是比较多 但今天打开了 他其实不是很充 看完六场 来到下一场 下一场 第七场 三番千二 另一行贝赛 法国赛马会杯 起步时 有点险情 见到加州一宝 忠一忠 幸好 立即拿回平衡 中逆离 虽然落后得比较远 前面看看谁放 今场 曼仲开心放出来 他采取主动的跑法 拍着他有核火奔驰 在外面 家应喝彩 打算他快 结果在第三位 在内兰 博斯第四位 无限美丽 他今天有很多票 最后一段的马 在三谷 奇艺先锋 内兰的川河营区 中间夹着康帝 最后的马匹 有声耀王者 快驳在内兰 尾四岛 还以为 环宇风彩 起步慢了 加州一宝 都跟上马群 前面 曼仲开心 还是占先 不过核火奔驰 这边上来 已经是拍着他 都是看前面那几匹马 再走到中叠的 就是看到 家应喝彩 跟一只无限美丽 在这儿斗 去到最后200米的时候 核火奔驰 已经超越了 一只万众开心 带了出来 看上去 以为是无限美丽 家应喝彩 在这儿欠位置 但谁知不是 有只后上马 快博 这个时间冲上来 他的冲勢更厉害 结果他拿到一条Q 外面加州一部 几乎他一部的马前辅 那儿都失了平衡 也有点危险 几乎下来 幸好坐得上去 坐得上去才有胖尾场 真是 幸好 挺害怕 很危险 那一下 陈家熙就是这样 中了下来 然后原来也有些首尾 前面 那只家应喝彩 还以为他会比较快 是 积极一点 怎知就不行 因为又多了 黎超声 有只万众开心 上来千二跑很快 跑了一千 他回来不多 不过就变成了 顶着你 你就走到三叠一段 但那只环宇风彩 出习不快 接着就确定流 什么 那就没办 你看些票 你都可能会觉得 他都未必会快 十几倍 十几倍 贵来会赢的 他能力不是差的那只 不过 贏着泰尔远 那一场 不是今晚 不过你见威那些马 进步的幅度 真的很夸张 合火奔驰 虽然赚赢了 但他赢了 四星三 立刻可以克服 现在分断时间 头段23秒59 第二段23秒08 后段13秒73 总时间1分10秒4 四星三立刻克服 也很厉害 因为他四班赢的对手 不算很厉害 其实是火奔驰 但今天三班赢了 我也听到同事说 这一马 跳少了货 我说 我现场一直说 我说不是很厉害 在季尾阶段 其实一个好的练马师 没有一个警方 一定是星期一 星期四这样跳 一定是看一马 当时的情况 需要不需要那一货 才会决定跳不跳 其实我听过 回头夫人的一个访问 他也是这样说 他训练马 那么厉害 他比一马 常常有新鲜感 比如说 在香港算 今天是跳泥地 草地一块的时候 走到里面 走到旁边 走到旁边 走到旁边公园 一马常常不同 其实每个好的练马师 一定是这样的 看着一马 当时的进度 那个情况 决定 就不会说 死后一变颈 一定是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四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又不是很担心 这件事 结果他就 你不同缺货 你说没出来 那又不同 四五招没出来 那可能会担心多些 只是快功夫 的安排 可能有少少不同 就是保持有 适合的运动量 最重要就是这样 其实目的都是 好了 看完七场赛事 还有美国两场 回来再看了